大家午安 这些国际聚焦在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那么今天也是议程的最后一天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他在早上呢 8点半左右 就发表了一个全球安全创业演说 内容是聚焦在台海 南海 还有美中议题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李尚福他是重申北京政府的立场 他表态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那么尽管他强调大陆会尽一切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是北京方面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厚道友善 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 下面我就相关问题重申中方的立场 关于台湾问题 这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这条前提不容质疑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根据大陆国防部的新闻稿 李尚福他在演讲的时候呢 他是强硬的表态 如果有人胆敢呢 在台湾问题上他提到 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那么解放军将毫不犹豫 不会有迟疑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都会来维护主权 还有领土的完整 并且呢 他是点名民进党还有外部势力是麻烦的制造者 在南海问题上呢 李尚福他则表示 中方认为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样子 不可以因为一时之丝挑起了阵营的对抗 应该呢 是要来顾全大局 那么尽管呢 这个对话并没有提到美国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在指美方的霸权主义 尤其呢 同一个时间点在3号的时候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呢 他也痛批 美国是为了一己之私 不顾地区国家求稳求治的一个诉求 所以呢 在美中关系上呢 李尚福他是表态 中方呢 是一直寻求 希望是和美方来建立一个新大国的关系 但是他也提到了 有一个前提呢 就是美方需要拿出他们的诚意 需要美国的言行是一致的 得要和中方来相向而行 而且呢 他也再一次的提到 双边目前的困难局势 美方自己是清楚原因的 并且再一次强调 美国呢 如果要对话 那么就得要相互尊重 要和平共处 而且呢 才可以和平共赢 一起来听他的说法 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 影响全球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担忧发生冲突对抗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 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中方认为 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 不能为一时之时挑起 阵营对抗 而应固权大局 以交流合作 化解分歧 回应各国的期待 应不忘历史 吸取经验教训 中方一直寻求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 言行一致 以实际行动 以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 止跌齐稳 因不具困难 找到相处之道 美洲目前呢 其实在各领域的问题是不断的升级 而就在相会决行之际 美国的中云号驱逐舰 和加拿大的蒙特鲁号一艘护卫舰呢 3号的时候是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个又再次的点燃解放军他们的怒火 不过呢 其实根据加拿大环球时报的报道 在5月20号也来 有一名记者呢 他一直都搭乘加拿大的这个巡航舰 在这个上面 而且呢 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前呢 他已经航行了将近一个礼拜 这个期间呢 他是多次的目睹大陆的解放军军舰是跟肩跟随 3号的时候呢 更目睹了大陆的军舰和美国的军舰差一点相撞 最后呢 两艘舰艇之后相差而行 而且呢 这个距离竟然是仅仅不到137公尺 那么呢 蒙特旅号的指挥官他就点出了 当时呢 他们正在进入中国的领海 但是呢 这一次的联合任务是在国际的水域所进行 而在大陆方面呢 他们则是先透过了无线电 先是警告呢 美加的军舰 接着共军他们就加速切进了美国的驱逐舰前方的一个航道 最终美国的中云号只好是被迫改变方向 因为呢 要避免这个相撞的情况 对此呢 加国认为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呢 是非常不专业 而且在行动之前呢 就透过无线电来警告 很明显就是蓄意的是中国挑起是人为的 其实呢 美中的军方呢 近期是不断的交锋 包括了两架军机不久之前才在南海的上空 是差一点擦枪走火 那么对于平传的美中军机军舰近距离的接触 西方的媒体呢 大部分都是批评呢 这个是中方不必要的一个挑衅行为 对此 李尚福他昨天呢 今天的时候 他也做了一个回应 他表示中国从来不会到其他的国家 领空或是领海 认为美方应该要管好自己的军舰 不要进行所谓的霸行航权 但是我要反问一下的就是 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 为什么它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 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军机和军舰 从来都不会到其他国家领空和领海附近去 做所谓的航行霸权 所以我说的话 就是要真正地避免这些 除了我们制定这样的规则 这些规则都是不得以而为之 我们要制定这样的规则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各国 特别是各国的军机和军舰 都不要到别的国家领海和领空附近去转悠 去转悠干什么呢 跟你的利益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人 管好你自己的军舰 管好你自己的飞机 你在你的国家的领空领海附近飞 保卫自己国家领空领海 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